学习乌克利利也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 中华贵居是参加千佛山慈善基金会办理的乌克利利班 五年多的时间从不会唱歌到使用乌克利利制弹制唱 让他很有成就感 更热爱学习 跟着老师学习了五年多 从一个不会无音不前 不大会唱歌 也没有自信心的一个应该算是年长的人来到这里 自从学了乌克利利以后 我发现我会唱歌 我也可以自得其乐 所以我很感谢单位的提供老师的指导 当我在唱歌有一些半音或是前音的音量不足 或是什么 老师还会教我们要吸足 那个 吸足了饱足了那个口气 然后才有力量可以发出那种声音 所以写的音乐让我有了自信 让我深深感受到终身写洗写洗终身 永远的不断是我的人生目标 周华贵在学佛过程中 也参与千佛山池山基金会举办的各项课程 让他的退休生活依然多知多彩 他以终身学习 学习终身 永不间断为人生目标 十方新闻 黄慧如肖瑞丰 高雄采访报道